歡迎來到獨立在線 我是節目主持人的管中翔 今天獨立在線要來跟空平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娟如一起來連線 娟如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娟如這個禮拜要告訴我們什麼樣的一個重要的社會運動的消息呢 今天要來跟大家談這個我們之前知道兩岸服務貿易就是引發全台的這個關注 那麼接下來還有一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個呢有一個特別條例草案呢在3月的時候已經送進立法院審查 可是呢到本會期結束呢總共73條的條文只審完了3條 那麼這個資金區裡面會影響到的呢範圍蠻廣的喔 有農業有教育還有像醫療另外還有像律師可能也影響到喔 所以今天呢主要來先跟大家談談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這個部分 會影響到台灣農業的這個地方喔 所以呢 娟如有跑了去一場記者會是有關這個一群台大經濟系或是農業經濟系的教授 以及台灣的農民以及一些返鄉務農的青年所開的記者會 他們要指控呢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呢 這個裡面的條例呢其實是會消滅台灣的這個農業喔 所以他們表達來反對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的農業加值的這個方案 所以呢他們呢共同來呼籲說 資金區的這個特別條例呢農業加值的相關條例應該要刪除 尤其是第41條第42條 另外呢還有像第38條裡面 應該要排除這個農產品之類的 事實上在之前這個農村再生條例喔 其實就開始把整個農村給商品化或商業化的當下喔 其實台灣的這個 農村陣線或是一些這個在地的小農其實都很大的反對的這種聲浪喔 那這次資金區其實又是更把 台灣的農業 放在一個所謂國際資本的這種所謂的面絡當中 他所造成的影響恐怕是非常嚴重的喔 那這個Geno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說這瓷器上面的條文到底談了什麼東西 而這些條文內容 為什麼會對台灣的農業造成傷害或是什麼樣的傷害呢 引發這個台灣農民或是這個一些農政團體等等喔 這個比較爭議的一些條例呢 剛剛提到的第42條 第一項就說到 台灣可能應該就是說會開放這個管制的 中國830項的農產品進來台灣 但農委會這邊是說 只有進入到台灣設立的資金區範圍裡面 並不是進到國內喔 像這樣的說法就有比較不一樣 那另外呢 第42條的第二項內容就表示說 像這個生產出來的食品加工品 是屬於 如果都是可以內外銷的 那麼如果說是用了中國的管制的農產品來做原料呢 可能這個產出的東西就可以 全部外銷 但是如果產出來的東西是一個非管制性的農產品 的話就可以內銷到台灣裡面 比如說呢 這個中國的農產品 花生 就是一個管制的農產品 可是呢 如果這個開放之後進來資金區做成了 比如說像花生醬 或是花生油等等喔 像這個 花生油好像是管制品 所以呢 它就必須要全部外銷 不能銷到台灣裡面 那像花生醬 這個呢 對台灣來說並不是一個管制品 所以說用中國的花生做成的花生醬 就可以銷到台灣裡面喔 那麼 另外這個說到這個東西就有牽涉到第42條的 條例 容許中國農產品 這個東西作為食品加工原料之後呢 這個其實不用檢驗就可以標示這個 Made in Taiwan MIT的品牌 所以呢 很多人擔心 如果這個中國農產品原料做成的 MIT品牌如果品質不佳的話 其實是會嚴重傷害這個MIT品牌的信譽 嗯也就是說 在資金區所做的這樣的一個產品 雖然它因為它在台灣內部嘛 所以不管它的這個 公司是哪裡來 所以它只要生產它就可能是MIT的品牌 是的 這其實就是一個影響喔 我要講的是說其實這個資金區 它不會是一個單純的 一種所謂的 燈空的狀態 它其實跟 它是一個產業鏈喔 這個上下澳之間 跟本地的農業其實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喔 所以 它一定會對農民產生很大的衝擊喔 那衝擊當然有些人會覺得是正面 是負面的喔 這個 在你所了解的狀況之下 它對台灣農 農業的這個衝擊會是什麼呢 當天記者會上呢 中興大學農業政策中心的 陳吉仲教授他有說到 這個MIT的產品呢 來行銷國內外喔 但是呢如果我們在這個資金區裡面 用到的這個原料是 比如說像中國的農產品的原料 這個價格 其實一定都會低於台灣國內喔 比如說他就舉例說 像台灣的茶葉的產地價格 美金是450 或是這個 價格就是450塊 但是中國茶葉出口的價格是 每公斤90塊 這個落差非常的大喔 那另外還有像紅豆 這個紅豆其實是比較敏感性的農產品 那麼中國紅豆的這個價格 每公斤呢是28塊 那台灣是要56塊 我們先不論品質好壞喔 但是如果你是商人的話 你可能就會想要用比較便宜的 另外像 資金區裡面有各種的租稅的優惠 所以說我們可以知道 資金區如果條例通過的話 食品加工業者在這個用國 會使用國內的農產品做原料嗎 可能很難講喔 所以 這很多農經學者是覺得說 這會直接衝擊到 國內農產品的需求 其實會減少 來直接影響到農民的收入 不過台灣有很多的產品喔 雖然它掛的是MIT喔 但是實際上面它其實已經有很多的 從中國的原料的進口 包括我們現在在台灣看到很多的 茶葉喔 其實雖然它表面上面可能是台灣製的 可是這個其實很多是從 中國福建或是其他的這個比較秋林地區的 這個省份 而引進來的喔 其實這已經行之有年了 那相對之下這個包括農委會他其實也強調說 MIT是有 符合國際規範啦 也是他所謂的政府會做一定的程度的把關喔 那這個問題有那麼嚴重嗎 如果他已經行之多年 然後政府又願意去把關 那這樣有什麼不好呢 雖然說呢 MIT這用的別國的原料這個東西喔 其實在現在台灣已經有了喔 但是如果資金去條例一旦開放通過 等於是有點是全面的開放 就開放了 開放的這個面向更廣 那麼 當天記者會呢 中興大學的陳吉仲老師 他做了一個比喻喔 他說如果你日本清酒 你用的不是日本的米去釀的 而是用美國產的米去釀的 你這個還叫日本清酒嗎 那他是覺得說 用中國為產地的這個標示 各種加工品喔 會跟這個完全用台灣農產品原料的這個產品呢 會有一個食品競爭 同樣是MIT 那你可能會看到 有人是用中國原料做 有人是完全用台灣原料做的喔 那會有這個真假MIT大戰 他會覺得 像中國農產品的品質也是有一些問題喔 他會認為 這有可能也會導致食品安全的疑慮 所以當天呢 這個返鄉務農的這個 農親呢 來自宜蘭的盜農 吳嘉玲喔 他看起來很年輕很像學生 但他已經 種田一陣子了喔 他呢當天在記者會上面就講說 資金區開放呢 等於就是說 讓中國的農產品可以直接掛上MIT 他覺得這種做法根本就是台灣農民要替中國農產品來背書 所以他認為說政府這樣做 有先問過台灣農民嗎 的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我不知道農委會對於這樣的一個批評他的回應是什麼 其實農委會主委陳寶基呢並沒有否認這個資金區裡面 不會沒有開放這個中國的830項的管制農產品 他認為他是沒有否認他是覺得說還是就是會有進來喔 但是呢根據這個媒體報導訪問這個主委陳寶基 那主委陳寶基表示說 農業價值這個 這個部分是要讓台灣的技術產業化來擴大國際市場 所以他認為農業價值是一個前瞻性的政策 產業政策 他覺得呢反對者一直糾結在這個 中國830項的管制農產品 他覺得這個說法其實不太對 他認為呢 這個目前沒有廠商來申請啦 那他也覺得說 把這個資金區局限在跟 只在跟中國做農產品交易 不看別的國家 他覺得這個不是農業 價值的格局 不過的確 中國的因素 其實是我們必須要去考量 當然更重要是全球的這種所謂的跨國資本的因素 也更是我們要去注意的地方 那當然對很多人來講 資金區他並不是全然沒有正面的效益 我不知道這些 來參與開記者會的團體 他是完全對資金區的所有的東西都全盤的否定嗎 或者是對某些農業的價值的這個政策 他其實也是可以同意的呢 其實當年記者會上這個台灣農村陣線的發言人蔡培惠 他就說呢 其實他們並不反對自由貿易 那另外還有像台大生機系的這個退休教授 謝志成老師呢 他就有說明 台灣現在呢 就有一個自由貿易港區的 設置管理條例 也就是說 就是自貿港的部分 他認為呢 自經區裡面想要做的前店後廠啦 或是農業加值的東西 現在在自貿港區都可以進行 為什麼已經有自貿港了 還要再另外設這個自經區 是他 比較不解的部分 所以他說呢 你不把 政府不把這個自貿港區的 績效做起來 卻要推動這個資金條例 他覺得 而且這個資金區是廣設資金區 你想像 台灣到處都是資金區 那到底是有 感人家開放全台的感覺 所以官員呢 其實有一直在強調說 資金區是要做大原有的餅 那麼謝志成教授呢 他不認為 他認為這是犧牲農業來做大 加工業者的餅 那麼 加誰的職呢 剛剛說到農業加值 他認為其實是替中國農業加值 的確這個資金區其實越來發展越來越荒謬 就是 可能會出現全台多數都是資金區 然後台灣本身就是一個資金區 那這個所謂的國家政府的角色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某種程度上是消失了 那這個當然是跟整個國家發展 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國發會的主委有什麼樣的回應呢 就是媒體一直有像這個國發會主委 管中銘來問說 如果資金區沒有辦法落實的話 對台灣經濟會造成什麼影響 那其實 管中銘他回應說 資金區的規模並不大 那他覺得說 不會說沒有資金區 台灣的經濟就會崩盤 原因就是呢 他認為台灣現在經濟問題困難 算很多 資金區是 來針對法規 鬆綁跟市場 開放來做努力 那他剛剛說如果沒有資金區 台灣經濟不會崩盤 那是因為 經濟部另外也有提出像 出口動能方案 或是一個國發會的 產業創新方案 等等 他認為說 資金區如果卡住的話 那就會阻礙台灣經濟 整部車子 往前的速度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台灣經濟部其實有各式各樣的一些產業的方案 那麼資金區只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呢 面對這麼多爭議 我覺得國發會應該要更有智慧來去處理這件事情 整體的 學者的訴求或是反對者的訴求是什麼 我想因為這已經建在水上了 那 我想很多人都會 擔心這個資金區 所造成台灣 不只是農產品 很多這個所謂的貿易 或是很多的這種所謂的本地的產業會產生很大影響 台灣的這個特別是農經的學者的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剛剛一開始就有提到他們希望是刪除 41條42條這種 反對中國農產品進來 還有就是不要把中國農產品加工的東西 掛上MIT等等這個草案 他們其實更 更希望把這個草案來退回 把這個民間 大家 覺得很爭議的地方來 釐清之後 重新擬定一個版本 再送立院 就是剛剛他們提到 他們並沒有反對這個自由貿易部分 所以說這個國發會跟農委會其實 進來一直在媒體 都有一直在口頭承諾一些事情 比如說大家反對什麼 這個國發會或農委會就來 就來這個承諾 說好那我們就不要做 比如說 中國農產品進來沒有檢疫這樣不行啊 所以這個農委會就口頭承諾說 好好好我們會檢疫 但是農經學者們就覺得說你根本是空口無憑嘛 那你只是口頭承諾是於事無補的 最重要就是要把這個草 草案退回才有效 不然就變成行政部門說一套 但是立法院審的這個版本 還是原來那個版本 所以這個陳吉仲教授當年 也希望說 這個我們反對資金區的學者呢 跟公民都有非常確切的數據 跟論述來證明資金區的一些衝擊 希望這個農委會主委 或國發會主委 應該要一起公開辯論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把問題講清楚 所以呢如果朋友們有對這個 資金區有些疑慮呢 說之前公庫呢有這個 參與這個國發會 Online的資金區 溝通會 那所有的影片都已經上網 所以如果朋友對這個資金區有疑問 尤其是想知道政府對資金區的說法 都可以上公庫的網站來搜尋 然後來觀看 我想這個表面上面看起來 國發會 或是相關的單位 跟過去比起來 他的確做了比較多的一點溝通 甚至在剛剛捐入的這個 訪談當中 好像也有一些比較正面的回應 可是所有的東西都不能夠是空口白話 他必須要白著黑字 那我想如果我們的政府真的覺得 這個民眾的意見是很重要 然後他也覺得 這種所謂的目前的這個法令 是有一些不當之處的話 我想就像 農經學者或像社運團 你所提到整個退回然後重新再一個更完整的法案 我覺得那是一個比較能夠去舒服民心 而且是能夠 讓整個台灣的產業走向更好的一種可能性 今天非常謝謝娟如來 接受我們的連線 我們下次再跟公庫的朋友一起來談 台灣重要的社會運動消息 謝謝娟如謝謝 拜拜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心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相關議題 在立法院臨時會審查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前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鄭秀林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主任吳榮杰 中興大學農業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陳吉仲 台灣大學生機系退休教授謝志成 以及農民與消費者代表共同召開記者會 指控資金區特別條例滅農 並表達反對農業加值置入資金區立場 與會者共同呼籲 資金區特別條例農業加值相關條例應該刪除 來自宜蘭的稻農吳嘉玲說 資金區開放讓中國產品可以直接掛上MIT 這種做法根本就是要台灣農民替中國農產品背書 政府這樣做之前有先問過台灣農民嗎 而台大生機系謝志成教授 則從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的角度 審視資金區特別條例 並指出資金區條例所宣示的 前店後廠農業加值等在自貿港區都可以進行 但是政府還沒把自貿港區的績效做起來 就急著推動資金區條例廣設資金區 還不是為中國開大門 讓目前還沒有准許輸入的2186項管制物品 包括830項管制的農產品原料 統統可以進來 謝志成更表示 官員一直在說要做大原有的餅 要農業加值 說穿了只是要搞大加工業者的餅 要為中國農業加值罷了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國道收費員抗爭相關事件 經過六天夜宿交通部時而發動突襲的抗爭 在400多位收費員禁逼領口收費站陸間的威脅下 終於得到高工局長陳彥博的四項承諾暫時退兵 不過由於四點承諾中 交通部長葉匡時表示 見面的對象不包括協助抗爭的全國官場工人連線等公運團體 而自救會22個收費站在下午又做出一致的決議 拒絕與外力切割 至於前三點承諾收費員的態度也顯得十分保留 而針對前三點訴求 自救會會長林碧皇表示 如果遠通存心逼退收費員何來薪資保障 自救會還是要求遠通成立安心基金 由交通部監管 一旦發生逼退爭議 遠通將接受懲罰性賠償 一次給付60個月的薪資差額 如此才能防止遠通以各種手段逼退收費員 針對陳彥博表示 將成立申訴处理小組 林碧皇更直言 沒有信心 因為高工局目前的關懷會議 只會派員到收費員家中 對家人犯話要求收費員不要抗爭 根本是施壓會議 而對陳彥博表示 遠通如果不做就開罰 林碧皇則探 之前遠通違約罰金的5億 高工局根本無能追討 質疑高工局執行力有待加強 以上新聞是由陈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 林碧皇則探